大家好 我是Ochair 自从买了PS5之后 有一个问题一直我很关注 那就是哪些游戏是4K60帧的 我也查过很多资料 我也下载了一些游戏做了体验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我先说一下结论 目前PS5的游戏并不多 但是PS5版的游戏基本上都是4K60帧 但是这个4K还有可能是2160P 还有可能是2160C 还有可能是别的 这个具体什么是P什么是C 后面再说 目前来说PS5是玩这种3A游戏的 4K60帧HDR高特效游玩的 性价比最高的设备 我之前看过战神PC版的 4K60帧的配置要求 先不说别的 光是响卡就得6800XT 想卡的价格目前是8000左右 对于一个国行的PS5来说 它的价格只要3899 如果优化好了的话 是可以达到4K60帧的 首先说一下这个极品飞车 用PS5玩游戏 主要是玩两种游戏 一种是PS5专用游戏 另外一个是PS4游戏 这是原神 在原神图标的右下角有一个PS5 这就是PS5游戏 这个极品飞车21呢 右下角它是PS4 它是一个PS4的游戏 这也是PS4游戏 这也是 这也是 这是PS5游戏 这个最终幻想7是PS5的 战神是PS4的 我先大概说一下 首先极品飞车21 这是4K30帧 古墓利用崛起 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4K30帧 另外一个是1080P60帧 地平线 4K60帧 王负载大冒险 是PS5游戏 应该也是4K60帧 底特律4K30帧 最终幻想7的PS5版 它和PS4版是不一样的 PS5版是4K60帧 战神 4K60帧 或者4K30帧 画质不一样 这个是我最近游玩的体验 下面给大家看数据 这个视频开头说的分辨率 1080P和2160P P是原生 C是期盘渲染 G是超采样 P是重建技术 最常见的就是P和C C就是差值 不是原生的 这个页面是2021年1月7号更新的 它的数据已经不准了 我们看这个网站 首先我们看一下战神 战神是2018年的 这个网址是这个 我把网址打到屏幕上 这是一个英文网站 我们点右键 选择翻译成简体中文 这个游戏它为PS5做了更新 目前没有单独的PS5版 不支持PS5的新手柄功能 不支持光线追踪 我们主要看右侧 下面是重点 这款游戏在PS5上 是2160C锁60帧 或者是2160C锁30帧 两种模式 我用的是这种模式 效果很舒服 我感觉比之前在PS4上玩的 感觉更快了一些 更流畅了 这是战神4在PS4 Pro上的表现 是2160C30帧 或者1080P40到60帧 最后一个是PS4 它是1080P的30帧 另外它是目标 说明有的时候还会低于30帧 我之前是在这个分辨率下通关的 从战神这款游戏 可以得出PS4 Pro和PS5之间的性能差别 大概是一倍 都是2160C的30帧 和2160C的60帧 这是一个粗略的估计 PS4和PS4 Pro的差距 那就是将近一倍 它是1080P的30帧 它是40到60帧 好 这是一个经典的游戏 这个视频时间差不多了 后面的游戏 我会在下个视频和各位分享 欢迎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RXR 我们下次见